提醒大家真的精神不济不要开车 在中山高北上133公里苗栗闸道口就发生这么一起事件 一辆满载砂糖的大货车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位驾驶太过疲劳打了瞌睡 正打算要开下交流到休息的时候 结果一不小心整辆车失控冲入路旁的边坡 驾驶就卡在车里头砂糖也洒满整地 他状况还好吧 他还惊醒了 破车司机卡在驾驶座上动弹不得 警驾人员第一时间破坏车门 把司机拉出车外送衣 好 我这边好 来来来 往过来 搓一下他的腰 来 把腰带 下来休息就没有意思了 他就知道 你是有心脏病还在干嘛 他帮他给我 帮他给我 帮他给我 大货车驾驶正想在苗栗下交流道 没想到在扎道口突然失去意识 车子直接冲下边坡 一直到撞上的大树才停止 来不及 这差不多没有一秒钟 突然从我们学校这旁边就 我刚好一问他 他是说他进了不了想下苗栗啊 失控的货车险些撞上了直行的警车 车上载的上百包砂糖也全部散落在边坡底下 还好驾驶送一之后已无大碍